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周朝的天子并不是穿黄袍 穿黄袍是汉朝以后才穿黄袍 周朝的天子穿的是比较偏 所谓的红色系的衣服比较多 华夏民主因的自古来讲自己称为中国 木火土金水当中 这个土德就是中央 中央就是黄色 东方青木 南方火梨 红火 西方白金 北方玄武 所以中间就是黄色 所以五行当中土为是黄色 所以古人所称的衣裳 就是在上半身的叫衣 下半身的上 所以言及的大为吉祥 言者大也 所以大为吉祥的意思 所以意思是什么 穿着不显脸的黄色下裙 穿着不显脸的黄色下裙 就可以得到吉祥 他只有字面上的意思 黄桑这个字 各位如果看金庸小说 发现金庸武侠小说当中的色雕英雄传 今天提到一个传奇性的人物叫黄桑 根据金庸小说的一个记录的记载 黄桑是北宋朝廷当中一个重要的文光 在徽宗皇帝的时候 黄桑被派去编撰道家的典籍 他编撰道家典籍的时候 他生怕出错 所以他花了好几年的时间 一点一点的编 因为他认为编撰可能得到皇帝的怒气 搞不好就人头落地 所以他编道账的时候非常仔细 因为他非常仔细 所以他一句道经常常读了好几遍 读了好几遍 就这样子他就领悟了无私自通 领悟了这个决定武功 或者他领悟决定武功之后 这个皇帝派他去缴媚判解 所以后来因为杀死非常多名教 各门各派的人物 跟众多的门派结下仇怨 所以他身父仲山 而这些各门各派的人就寻仇 寻仇就杀了黄桑全家 所以黄桑就决定要研制一套爵士武功来报仇 所以他隐居在深山当中 写下了镇谷塑金的九阴真经 被认为是天下武学的总纲 在奢调英雄传当中 老顽童 周伯通 他曾经向郭靖 讲述了九阴真经的一个来历 和黄桑的深平事迹 根据这个老顽童 周伯通的说法 他说黄桑是北宋 非宗时代 在非宗皇帝在正和年间 他请黄桑收集的天下 所有的道家之处 而且他有刁板印刷 总共印了五千四百八十一卷 被称为万寿道帐 这个万寿道帐 后来被徽宗皇帝委派科书的人 就叫黄桑 黄桑为了要科书 他总共有五千四百八十一卷 要科这么多书 贪得容易 这个人叫黄桑 黄桑出生在1044年 他在1082年 也就黄桑这个人 是历史上真的有这么一号人物 他一直到38岁才考取状元 也就他中间考好多次 但都没有考上 一直到38岁的考取状元 所以他是一个文官 那根据除了色调英雄传之外 另外根据天龙八部的说法 而肖峰虚卒 肖峰虚卒断育 他们在燕门关当中 逼迫辽军退市 成为武林英雄的时间 大概是在公元1094年 这个时候 当时年纪大概50岁左右的黄桑 当时任职在湖州知府 也就是现在湖州市市长 任职湖州市市长 当时50岁的黄桑 他大概自己认为 自己这辈子大概也不会 再跟武林江湖等扯上关系 可是世事就是这么难料 黄桑科书的时候 科书的时候 大概是公元1111年 他当时大概是六七岁 但是因为他太害怕 道账这本书科错了 所以呢 他真的科错 万一皇帝发现了 搞不好就要自其此罪 所以他的足字足句 一个字一个字句 极为细心的教读 不要几年下来 几年下来 根据历史的记载 黄桑他抛弃收集资料的时间 他光是校对就花了四年时间 根据发现 如果按照这样一个时间 黄桑每周他大概要校对27万字 等于是他一天 二七除以七 四七二十八 每天要校对七千个字 要校对七千个字 所以他居然 因为他因为校对的关系 因为收集道账 因为校对道账的关系 他居然读懂的道经 而且读懂的道学 因此他领悟到天下武功的高生道理 所以他无师自通 建修内功外功 变成一个武林高手 但是这时候 波斯已经传了明教 进入中国 波斯也传了明教 中国 当时的明教教主 因为徽宗皇帝只信用道教 并不相信明教 所以在公元一千一百二十年 他就要76岁高龄的皇上 派兵去剿命明教 这个明教教主 叫什么名字 这个明教教主叫做方大 所以这件事情 就是在公元一千一百二十年的冬天 那为什么要一个年纪已经76岁 一个垂垂老者是带兵呢 因为宋朝是个众文清武的制度 所以宋朝历代派兵的 带兵的 像扩准 像这个王安石等人 基本上都是文官 所以他找了皇商 来带兵 剿妹 荒辣 荒辣是谁呢 在水武传的下半集 荡扩治的主角 叫荒辣 荒辣当时就是明教的教主 所以这个76岁高龄的皇商 他就因此被派去剿妹皇大 但是当时明教教徒当中 有非常多武功高手 这些武功高手 打起仗来更是人人拼命 不像军队 不像朝廷的官兵那样 贪生怕死 所以打了几仗下来之后 一般的官兵连吃败仗 所以皇商心里越想越气 所以他就单挑明教高手 贪挑明教高手 因为这个人内外兼修 单挑明教高手 所以一口气里头 杀死了好几个明教的副法 还有明教的光明使者 但是他所杀的这一人当中 有几个人是出生自明门正派 所以这些明门正派的各大派的弟子 他们约了各教派当中的师伯师兄 师姐师弟 师妹师姑师姨 师干爹师干妈 他一起来向皇商寻仇 皇商寻仇 然后再责备皇商 怎么可以这样子不按江湖规矩 结果皇商就说 因为我是做官 我怎么懂得武林 我又不是武林中人 我干嘛要知道你们武林规矩 你那些 所以这些亲戚们 就因此跟皇商吵起来了 这些武林高手就问皇商说 你既然不是武林中人 为什么会武功 难道你师父只教你武功 没有教你武林规矩吗 皇商就跟他们讲说 我没有师父啊 我没有师父啊 我怎么懂得武林规矩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但是这些人死得不幸 所以一堆人找他来寻仇 皇商打来打去 因为寻仇的人太多了 所以皇商不是对手 不是对手 就是拼命的逃走 所以就隐居在身上当中 而这些江湖人士 他们弃皇商不顾道义 没有武林道义 一气之下到皇商家里去 把皇商的父母妻啊 都杀得干干净净 皇商隐居在森林当中 听说他的父母被 名教的教徒杀得干干净净 他就一心想要 找个穷乡批长之地 好好研究武功 这样子 这样子皇商 然后呢 他就把围攻他的这些 武林高手的武功 一招一招的记下来 然后一招一招的破解 最后他在圣山当中 就写成了九阴真经 写成九阴真经 他准备下山复仇 当时有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 向他寻仇 结果他下山寻仇之后 发现他的仇人 通通都死光光 都饶死了 皇商一看 自己也八十几岁 快九十岁了 所以他终于找到了这个 当时向他寻仇 十七八岁小姑娘 结果这个小姑娘 已经五十几岁了 当他找到这个小姑娘的时候 这小姑娘生了重病 躺在床上只是喘气 皇商就跟他讲说 我是要杀你的 他说你是谁 他说我就是皇商 这个五十几岁的少女 就跟他讲 我已经快死了 你要杀我就赶快动手 皇商看到他的仇人 原来这么奄奄一喜 所以他就不忍心 所以就为这个老妇人吃饭 吃东西 最后救了这个老妇人 然后他就想说 他离开了他想说 才知道说自己在深山练功 居然又练了三十几岁 等他练完武功绝学之后 想要下山寻仇 结果他的仇人 一个一个都死掉了 最后只剩下一个仇人 这个仇人也奄奄一喜 他说想不到我这个终身练武 终身学武 终身研究出了这个九阴真经 结果居然一朝半世都没有学会 一朝半世都没有死 他的仇人居然都死光光了 所以皇商心灰意能 所以隐居在深山当中 想了又想之后 他说他既然已经花费了三十年时间 写出了九阴真经 虽然他的九阴真经一朝半世都没有用过 但是绝对不能让九阴真经 失喘一世 所以他就把它藏在深山当中 等待有缘人 所以呢 这就是过了数十年之后 九阴真经才又重建一世 这个是 这个是在倚天屠隆记当中 所记住的前节 也就是说倚天屠隆记 章武记 最后在深山当中 在猿人的猴子 在猿猴的肚子里面 找到这个九阴真经 但是皇上这个人 这个人呢 根据天军大学的一个研究 一个专门研究的 一个道仗的一位老师 这个老师名叫陈国福 天军大学陈国福教授 他已经去世了 陈国福教授的研究 他认为宋徽宗 是一个道教信徒 他遍访天下道教 然后呢 这个遗书刻板的经过 记录非常详细 而且这里面就提到了 皇上这么一个人 根据陈国福教授研究 宋徽宗在郑和三年 他访查天下道经所获者仲 到了郑和五年 他设定了一个设经局 然后找道士来叫定 然后送到湖州门县 交给了郡守皇上 找人科印 皇上称为郑和万寿道账 郑和万寿道账 总共五百四十函 总共五千四百八十一卷 而皇上这个人 自成仲 人称衍山先生 他是福建南平人 一直到了宋高中 渐年三年去世 得年大概八十七岁 而在这衍山先生神道碑里面 他就记载了 说这个皇上 从事以延年养生之处 他便能到家重书 往往生结 而且餐租日用 可见这个金庸写小说 也并不是无地放肆 也并不是无地放肆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而这个皇上 宋朝有个官邻名叫皇上 而这个意见当中 昆瓜六五 就叫皇上元吉 昆瓜六五这只卦 我们知道他是因寮处阳位 因寮处阳位本来是不好 但是因为六五这个 我们知道五多公 这个二多一五多公 所以六五处在六五这个位置 在昆瓜当中属于成道 也就是六五这种君主 他并不是 他其实是一个女王 他其实是女王 所以成道 所以根据昆耀顺从前 所以六五通常不会即着表现自己 即着表现自己 不能过问表现自己 不能像九五一样 那么指高气暗的表现自己 要怎样 要谦虚的表现自己 所以他穿的衣服 用综合的黄色作为下衣 所以皇上元吉 通常的意思就是说 保持谦逊 你已经到六五之位 可是你又担心别人 把你当成神崇拜 所以你希望自己能够低调一点 所以这是谦逊之德 才能够延吉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昆瓜 的六五 这个六五在上卦当中的中卫 中卫是好的 所以你说中卫 中卫 中卫当中五行当中 中卫就黄色 黄色衣服下身 衣服的下身 上衣是阳 下衣是阴 代表什么 代表谦卑又谦卑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黄商元吉 意思是说 代表永利他当皇帝 在上古时代 黄色 黄帝也是有黄色 因为中华大帝就是黄色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昆如年这么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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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如年说 孔子曰 孔子曰 君子黄中通吕 正位居体 每在其中 而畅于世之 花于世 至业 每至至业 这是孔子用来赞赏黄商之德的 他说 君子黄中通吕 正位居体 每在其中 而畅于世之 花于世业 每至至业 而左转昭公十二年 记载了一个 鲁国的一个寄生树的一个加成 这个寄生树的加成叫做南淮 这个南淮准备叛变 准备叛变的时候 他去补卦 补到了一个卦 叫做昆之笔 昆之笔卦 其实就是昆卦当中的第五窑 变成阳窑 因为笔卦 昆之笔卦 因为笔卦是水地笔 所以昆之笔 所以昆之笔 也就是说 我说昆卦 他的变窑是第五窑 他的窑就是黄商元吉 所以呢 这个南淮认为说 他这个叛叛一定会成功 所以南淮 但是他觉得说 他还要找个大师问一下 所以这个南淮呢 就找了一个另外一个大夫 这个大夫叫做子胡惠博 他以前子胡惠博跟他讲说 他说我准备要叛变 我给你看个卦 我补的卦叫做黄商元吉 黄商元吉 叫昆之笔 问说究竟是急不急 结果这个子胡惠博跟他讲 问他说你究竟要干嘛 他说我准备举兵叛变 然后呢 这个子胡惠博就跟他讲 他说啊 这个黄商元吉有个全体 这个前提要讲中性 要讲中性 为什么要讲中性呢 因为黄是中之颜色 中间的颜色 所以第一个你要讲中 为什么讲性呢 因为商呢 是服从 所以就代表性 所以你的前提是 你要讲中性之道 但是呢 你是以下犯上 以下犯上绝对不是中性之道 所以以下犯上 必然是不忠不信 不忠不信 他说不忠不信 怎么可能黄商元吉呢 所以他说最好 还是不要起兵吧 你如果起兵 一定会失败 在南凯说 怎么会这样子 我这个黄商元吉 怎么会获胜 怎么会失败呢 所以南凯就起兵 果然没有 果然被这个子胡惠博呢 说中了 最后这个南凯呢 失败 被杀 完全精准的 按照子胡惠博的预测 以后宗师姐挂了 所以我会来跟大家讲这一支挂 再跟大家分享这个坤之笔 南凯叛变的故事 所以我们知道呢 黄是宗圣 在五行当中 黄是中间的颜色 黄商代表性情柔顺 性情柔顺 而中庸 所以六五柔中又处之类 有美的自然表现以外 也就是六五呢 他作为君王 可能他非常谦虚 所以表现以外 所以他说啦 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大意 是这样子 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 他刻意压低了自己的才华 他明明可以大放光彩 可是他为了让光彩不至于要人仰慕 要人的眼睛 所以他把光彩刻意的掩藏下来 所以这样子使得文彩更为彰显 简单来讲六五这个位置 基本上来讲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君王之位 这个君王能够体察名利 能够体察名利 所以如果能够这样子 就符合这个寒章之美 寒章之美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易经文言传》 《五为帝之尊慧》 所以《以皇为御》 六为因代表柔顺 等于是儒瑶楚仰慧 儒瑶楚仰慧 它代表既能中庸又能柔顺 既能中庸又能柔顺 所以《皇商元吉》 有这个一些朋友问中批 什么时候可以谈到《皇商元吉》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来跟大家分享《皇商元吉》 《皇商元吉》 代表在军位的这个人 他的个性非常柔顺 他常常把自己的锋芒掩盖起来 常常就是说 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这样一个情形 但是这个皇商 为什么有人讲说 皇商既然是衣服 为什么不讲衣 为什么不叫皇衣呢 因为商这个意思 我们讲下身 下半身所穿的衣服 但是也可以是衣商衣商 那为什么叫皇衣 有一种说法就是押韵 押韵 初一叫铝霜 二六叫做直方 三六叫做寒脏 四六叫刮囊 四六叫瓜囊 上六叫做玄黄 所以五它就用皇商 好像感觉上有点谐音 有点谐音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皇商原集 如果补卦补到皇商原集 是一个上上大顺的卦 但是大顺的卦有一个前提 这个前提是中性为本 为什么中性为本 因为根据春秋经南拐的 南拐的这个记录 我们知道中性为本 才能得到集 如果不是中性 通常是不集 通常是不集 所以因为时间关系 所以呢 第七段故事 昆卦六五的皇商原集 我们就分享到这个地方 各位段落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会